最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了诺瓦克斯新配方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用于12岁或以上人士预防新冠肺炎的主动免疫接种 预计将在未来在全国数千个地点提供育田充注射器疫苗 Novavax是一间利用新型MatrixM左技促进基于蛋白疫苗研究的全球公司 在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后 12岁或以上的人士可以使用该公司新冠左技疫苗2024-2025的配方来进行主动免疫接种 生物质疾评价与研究中心公布疫苗批词后 预计将在未来于全美数千个地点提供育田充注射器疫苗 包括零售药店、独立药店和地区杂货店 Novavax主席及行政总裁John C. Jacobs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消费者能够在全国数千个地点获得疫苗 我们更新的疫苗针对的是JN1及目前流行变种的原始菌株 并显示出针对JN1普系病毒包括KP23、KP3、KP311和LB1强大交叉反应性 据悉该紧急使用授权是基于非临床数据 数据显示Novavax的更新疫苗可以针对JN1和多种JN1普系病毒 包括KP23、KP3、KP311和LB1提供保护和交叉反应性 在临床实验当中与Novavax新冠疫苗原型相关的最常见不良反应 包括头痛、恶心或呕吐、肌肉疼痛、关节疼痛、注射部位压痛、注射部位疼痛、疲劳和不适 更多详情请登陆Novavax官方网站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